7月份当台股在震荡的时候 其实台股的ETF表现相当不错 投资人非常的积极 统计7月以来 受益人数大幅增加的 几乎有六成到七成 都是高股息的ETF 当然这些高股息ETF 也给投资人相当不错的回馈 在今天最新公布 国民ETF人气很高的00878 最新公布了配息的水准 0.55块钱再创新高 在台湾大概有132万的股东受惠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 这些买高股息的ETF 在接下来还能够赚更多吗 最近有一些乱世英雄 到底他们在威什么 俊阳老师我们紧急上来 最重要是他能够威多久 怎么看7月表现最好的 好 7月份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 都跌了稀里花了 可是我观察到就是这一段时间 居然还有ETF逆势上涨 那这些ETF到底是强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我统计从7月11号 台股跟美股的高点 大概就从最高点那时候摔下来 你看台股的话 大概已经摔了2500点 对不对 摔很重 对不对 但是这些个股 你看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讲 美股七雄那些 灰打跌了快30% 超微安膜这些 无一幸免 苹果跌最少 但是也跌了超过10% 可是这不是抗跌而已 你看这个还上涨 那哪些呢 我们看都是投资人比较不熟悉的 今天金医生就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不要再把眼光放在高股息 或什么市值型的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好的ETF 在7月这个乱世当中 居然能够逆势上涨 第一档涨最多的是这个00910的第一金 太空卫星 这算是一个很特殊的ETF 今年以来 这个涨了超过20% 那么从高点 7月11号的高点以来 还逆势涨了快8% 那另外两档呢 是属于医疗保健的 00898跟00897 大概涨幅大概就是差不多 是在6到7个percent左右 那再来是00702的国泰标普 低波高息 这个也是蛮特殊 因为是S&P的话 也是算是有相当的一个跌幅 跌得比较少 但是这个低波高息呢 反而是上涨的 那另外00714的美国 这些相关的房地产的ETF的话 00714今年以来涨了快5个percent 金融类的00917呢 中信特选金融呢 也涨了快4个percent 其他像美国的部分 像00668的国泰美国道琼 美股几乎都跌 但是道琼其实逆势上涨了 所以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是15% 15% 而且呢高点以来 它还逆势涨了3% 另外其他的部分呢 像是这个00652 有关于印度的部分 资讯科技的部分 有一个00909 号称就是川普概念 这个ETF呢 其实在7月11号高点以来 全部都是逆势上涨的 那当然呢 这些为什么 都没有大家熟悉的 这些高股息跟市值型 而且好像都是国外市场 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我就帮大家归类一下 其实这几档里面呢 还是有相当的一个逻辑性 然后告诉大家 其实那几类呢 很明显都集中在什么 生计 好 医疗 金融 传产 跟价值型 这五个投资概念 那我们先谈这个生计的部分 应该算是涨最多的 那生计的部分呢 7月呢 其实逆势走样 而且呢 最近三个月 从低档上还飙涨超过25% 我们先看下一张 这个NBI生计指数的话 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 你看哦 这个NBI生计指数 跟我们刚刚讲的稻穷的部分 从7月份 我们用一个比较短期的来看的话 其实反而都是上涨的 相对于NASDAQ或S&P 都是下跌的状况 其实这两个呢 反而都是有上涨的一个状况 其实4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股灾 跌的还蛮深的 那生计指数在那个时候 一样有一个低点 可是从4月的低点 它爬的并没有很快 可是呢 爬不停 涨不停 所以这段时间呢 在美股在重挫的当中 其实这几个月 这三个月里面 它反而涨了25%之多 那这几个类型呢 就告诉你说 生物科技在这个阶段来讲 相对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避险资金 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大家会讨论说 生计医疗 是不是跟美国总统大选 有关系啊 那我统计结果就是说 其实现在市场在看哦 不管是贺锦丽还是川普当选 都有利于生计跟医疗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的话 他目前的健康这个照顾的一个政策 可能会持续延续拜登的这个路线 他会持续赞助他们有一个叫做国家卫生院 那这个呢 其实他是鼓励更多的资金呢 投入生计的技术创新 那这个来讲本身就是有利于生计 那如果是川普当选呢 川普一直主张呢 不要去干预药价 该跪的就让他跪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药厂赚得更多嘛 因为你不干预的话 基本上来讲这些药厂就有一个定价的一个功能 跟他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本来就是有利于所谓的生计医疗股 另外呢就一个投基金经理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全球的基金经理人7月份 加码最高最高的就是什么 健康照顾资讯科技跟电信类的 你看也是把健康照顾放在第一名 那另外来讲我们有提过 联准会可能9月份会降息 那这是有利于生计类股 降低所谓的一个借贷成本 那另外来讲呢 川普对于企业的诟病呢 可能会比较宽松 所以呢大型的投资银行呢 会比较受贿 所以我们第三个为什么提到金融的部分 所以像是摩根大通啊 美国银行这些 其实他们在7月份的时候也是涨了不少 另外呢我们有讲到避险资金的部分呢 其实有转往传产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稻穷还有一些所谓的价值型的这种 高股息的个股呢 在美股里面呢 在7月份反而是成为一个乱世英雄 如果你还是喜欢高股息的话 还有没有可以选呢 是不是所有的高股息都很惨 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就统计了现在市场上 所有的高股息的ETF来看的话 你会看到从7月11号的高点以来 像00907 高点以来它只跌了多少 不到2% 但是有没有跌很重的也有像0056 它7月11号高点也跌了快8%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一些高股息ETF 我都是强调高股息高配息 但是为什么在高点以来的绩效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性呢 其实呢主要跟他们的成分股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这边呢我要帮大家选出来所谓的耐震的 抗跌的这些所谓避险型的高股息ETF 你可以参考一下你现在现有的那些高股息ETF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如果呢你比较偏重于某一种高股息ETF的话 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加入一些这些所谓的耐震抗跌的高股息ETF 那我选出4档都是在7月高点以来跌幅算是比较小的 大概就是不到 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们基本上就是高点跌幅呢 大概都不到3%算是很轻 第二个呢他们都是传产比较多的 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讲这些所谓的海外的一些ETF 大概也是集中在这些传产金融为主 那国内的高股息ETF比较耐震抗跌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选出4档像00907的永峰优息存股 它这个很特别它就是没有任何的电子股 一档电子股都没有 全部都是非电全部都是传产 那这些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4档我选出来呢 当然就是他们传产的比例比较高 所以我这边也建议大家说 如果现阶段因为电子股可能比较纷乱一点 那还没有回稳之前 我想要加入一些避险功能的ETF要怎么选 我第一个就避免要重压或者是单压 单一的产业 比如说科技类的 好像00919 00919还好一点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传产 像00929的话就是完全都是科技类的 这种单一产业在波动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最好就是选 第二个选择就是所谓的多元产业 最好呢你有电子也没关系 因为电子股可能会反弹 有可能会重回主流 所以你最好是怎么样 电传金都有 但是如果你真的选了一档 比如说我就是选了929 它全部都是科技 然后我想要加入避险那怎么办 你可以选一档我们刚刚讲的 例如像907这种 它只有传产的这种 它只有传产跟金融的 加入你的投资组合 多元配置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平衡 那么谢监道如果是从避险的角度 我们是从避险的角度 你可能还是要以传产跟金融为主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两面刃 像我们刚刚讲的00907 它在上半年电子股狂飙的时候 它是没有份的 为什么 因为它都没有电子 可是就是在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 它反而就是成为一个避险的 一个避风港 那另外低波动 我们刚刚选的那里面 除了说传产之类 它们还有共同的特色 就是有强调这个低波动 所以那种比较大涨大跌的 这种所谓的成长股 稍微比较少一点 然后以价值股来讲 是一个比较多一点的 好这是高股息 但今年至少到目前为止 市值心的表现还是比较好 市值心的现在怎么挑怎么操作 对 如果我们从今年以来 看市值心来讲的话 最少的大概有将近25% 最多的还是有超过4成 但是如果我们从7月11号的高点以来 你看就是跌得挺顺顺 跌幅也比高股是重 对啊 因为你看像0052的话 台积电的比重比较高 但是因为最近其实 台积电跌幅也还蛮大的 所以就它整个来讲 从高点以来的跌幅就超过12% 算是还蛮重的 跌幅最轻的基本上来讲 也都在将近9% 那现阶段操作市值心 要掌握什么的原则呢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 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